阿贡火山持续喷发 天空被厚厚的火山灰遮盖 导致飞机停飞 游客滞留机场 早已经计划好的年终旅游行程全被打乱 除了国内外游客受到影响 岛上主要以旅游业为生的酒店和餐饮业者也大吐苦水 抱怨全球多国对国民发出旅游警告 导致大批游客临时取消行程 订单一夜间收窄了90% 对他们构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但也有业者乐观看待 表示这不会影响来临圣诞和新年佳节的准备工作 部分游客更透露 所谓摆文不如一见 期待体验和目睹火山喷发的那一刹那 游客人数大幅度下降 重创旅游业和民众生计 但是当地旅游部希望巴厘岛很快能够再见曙光 就像15年前遭遇恐怖袭击之后的情况一样 NTV7综合报道 看看这次的视频 一半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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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